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大部分在做嘉宾时被问及 主持人问 普京想要的是什么 我的回答是 人民日报的公众号牛弹琴 用一箭三雕来形容普京出访朝越两国的目的 第一雕是向世界展示 俄罗斯也有很多朋友 第二雕是 加强与两国关系 更加密切深入的合作 第三雕是 主动出击 反击美西方的围剿 对于北京的反应 牛弹琴说是四两拨千斤 牛弹琴这篇文章的文字粗闭不堪 但是对普京出访的判断却非常准确 而四两拨千斤一词 则倒出了北京的五味杂陈 普京出访朝越 其实是在给习近平上眼药水 就像以往一样 普京对习近平拿捏得非常准 用出访朝越来提醒习近平 让习近平不要忘记自己的处境 不要忘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朝鲜人民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一样 都是源于一百多年前的苏俄 是一条线上的蚂蚱 普京是在警告习近平 不要重蹈毛泽东和邓小平时的负责 不要在莫斯科的背后捅一刀 当年毛泽东捅刀 是由于毛泽东发现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 威胁到了自己的权力地位 邓小平知道苏联的计划经济是死路一条 就借着越南与柬埔寨的争端 对越南大打出手 打狗给越南的主人苏联看 向美国递上了投名状 从而开始了自己的改革开放 始料不及的是苏联竟然崩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也就陷入了 空前的战略被动之中 45年之后 类似的情况出现在 莫斯科和北京的战略关系中 习近平要靠着与普京的背靠背 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地位 而普京要靠着北京的经济技术援助 来维持自己在乌克兰的战争和自己的地位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 依赖与西方的贸易 习近平与普京的密切关系 已经动摇了与西方的关系 恶化了已经加速下滑的经济 习近平正面临着国内越来越大的政治和经济压力 已经出现了要疏远莫斯科的迹象 阻止习近平迫于压力而腹底抽薪 因此就是普京的当务之急 就是他这次出访平壤和河内的目的 主持人问金正恩想要的是什么 我的回答是 金正恩与他的父亲和祖父想要的都一样 一是活下去 二是多少有些尊严 活下去是朝鲜历史上所有的统治者的第一要务 朝鲜因此就是中国的藩属国 后来成为日本帝国的一部分 世大主义就成为朝鲜统治者的信条 世就是侍奉的世 大就是大小的大 而朝鲜的战略要冲位置 则给了金家王朝在世大中找回些尊严 朝鲜对于中国和俄罗斯都至关重要 事关弗拉提沃斯托克和整个东北的安危 金家王朝因此又利用这个特点 两面通吃北京和莫斯科 由于朝鲜在1895年以前 一直是中国的藩属 而金家王朝又是莫斯科一手扶植起来的 莫斯科还长期远远比北京强大 金家因此又倾向于莫斯科 当俄乌战争进入消耗战后 普京依赖习近平支援 但习近平又不敢公然提供武器 金正恩就成为普京和习近平之间的军火中介商 这正是金正恩最愿意做的事 主持人问 俄国和朝鲜的关系是否值得西方的深度担忧 西方警告习近平 为何不如此警告金正恩 我的回答是 西方国家在2018年3月金正恩访问北京之前 一直不愿意相信平壤是北京豢养的恶狗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平壤以前是莫斯科的恶狗 被斯大林用来彻底割断中共与美国之间的联系 北京就成为受害者 由于北京与平壤之间 在90年代就韩国问题存在有利害冲突 而此时又正好是朝鲜的核问题引起美国的关注 北京与平壤就是演起了周瑜打黄盖的戏 一直演到2018年才被看穿 原因是朝鲜根本没有必须的财政和技术资源 进行两弹异星外加潜射导弹的实验 朝鲜不仅没有研制战略核武器的资源 就是大规模生产大口径炮弹的资源也没有 有能力自主生产大口径炮弹的国家 寥寥无几 朝鲜只是炮弹生产的总装车间而已 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只警告习近平 不警告金正恩的原因 主持人问普京马不停蹄的访问越南为了什么 我的回答是 是为了通过让习近平尴尬来提高自己的地位 河内与莫斯科和北京的关系与平壤非常类似 都是源自于一百多年前的苏俄 越南与朝鲜一样都是中国的藩属 与朝鲜不同的是 越南远离中国的经济重地 也没有俄罗斯的地缘利益 由于这个原因 越南在北京和莫斯科的相互关系中 扮演着与朝鲜截然不同的角色 其主要的角色是让对方尴尬 逼使对方退让 毛泽东在第一次访问苏联时 通过支持胡志明 逼着斯大林宣布亚洲共产党的事务 由中共来负责 在斯大林去世后 毛泽东又通过支持河内 发动推翻西共政权的统一战争 来证明自己是世界革命的领导人 好让莫斯科尴尬 来巩固自己的权力 越南则利用北京和莫斯科的竞争 两面通吃完成了国家统一 此时北京与华盛顿 已经建立起了针对莫斯科的战略关系 而越共领导人却因为决心控制柬埔寨 进而无视北京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利益 与莫斯科结盟来设止北京的干涉 结果引起邓小平趁机大打出手 以便让苏联尴尬 来提高自己在美国的地位 开始改革开放 在苏联崩溃之后 中俄两国在越南的地位发生了逆转 俄罗斯由于在越南没有地缘利益 就一方面通过与越南的贸易 来追求自己的商业利益 同时也提醒北京自己的存在 必要是甚至让北京尴尬 比如与越南合作在南海进行石油勘探 由于俄越两国有长达60年的 军事和经济合作的历史 军火匮乏的普京 可以从越南回购数量可观的 苏式武器或者零配件 但是这些回购 无法与北京的援助相提并论 面对实力地位远远超过自己 却在战略上依赖自己的习近平 普京的策略就是让习近平尴尬 虽然这个办法有风险 但普京已经看透了习近平 主持人问 美国此时不留情愿地批评越南接待普京 究竟是为什么 我的回答是 美国是在提醒越南要拎得清 美国非常清楚越南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 以及越南的对美政策 美国和越南共产党长达二十多年的敌对行动 是由于一系列阴差阳错的因素造成的 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 胡志明就知道自己需要美国来平衡法国和中国 越南政府因此在越南战争结束后 就想方设法与美国关系正常化 只是因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敌对关系而没有成功 当拜登政府确认美中两国是战略竞争对手后 美越两国就在2023年9月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由于普京能够将乌克兰进行到今天 是由于北京的援助 普京出访越南自然引起美国的不快 美国不留情面地批评越南 就是要他拎得清 也就不足为奇了 主持人问 美国的印太战略如何面对越南的竹子外交 我的回答是 美国印太战略的主要目标是北京 而河内与北京则是在地缘上的对手 在意识形态上的同志 被东盟国家视为阻止北京渗透东南亚的战略屏障 对河内来说 长达14年的第三次印度支那战争是一大教训 河内的竹子外交就是从这个教训而来的 就是随风而动 但是根基扎实 美国指望河内对抗北京是不现实的 虽然河内在南海有领土争端 但河内知道分寸 不会在南海当第一个挑战北京的国家 这样的竹子外交对华盛顿和北京都是一个缓冲器 美国的印太战略应当适应和利用这个缓冲器 所谓适应就是适应河内不会对抗北京的现实 适应河内不会启动民主化进程的现实 所谓利用就是鼓励河内充当北京与华盛顿 或者其他南海国家纠纷的调解人 今天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就请订阅转发和点赞 我们下次节目见